同德家商餐饮管理科去年参加第一届全家料理王竞赛 荣获特别金牌奖之后 历经无数次的技术研发 终于推出学生创意料理便当 并从今天起在全台3300家的某超商门市 就可以买到同德的金牌便当 我们在这当中把这个产品经过半年的时间 我们一直跟全家便利商店来做一个口味的调整 食材的搭配还有整个从作品到商品化的过程 我们总共的讨论了数十次 之后才可以订定这样子的一个便当出来 在全省3300家的一个门市当中 可以吃到我们比赛的时候的一个风味 含水量高 含汁量丰富 口味的独特性搭配也很均衡 所以大家在吃这个便当的时候 就可以享受到这样子一个客家的风味 这份金牌便当由三位学生的努力 研发出创意料理 校长林元贵表示 再将学生送往日本学习观摩技术 进而能量化生产值得给予肯定 那我们第一届比赛的结果发现 我们竟然拿到特金 我们学生非常优秀 这三位同学也经过半年的努力 然后去研究篮头的食材 然后研发出来这样的便当 那在众多的裁判之下拿到第一名 那经过全家再把它送到日本去做 跟日本做互相的观摩以外 然后再回来以后 我们就经过几次的调整 让它量化 县意员庄世杰肯定学生的努力成果 认真研发在地食材 也达到向外推广 让大家都可以吃到金牌便当 通德加商餐饮科学生 拿下第一届全家料理王竞赛特别金牌奖后 整展努力研发技术 今日起在超商正式开卖金牌便当 为技职学生店下学习的榜样 也为地方产业开拓新企迹 记者王水仙草腾采访报道